男人只是在阳台透个气,却意外目击了一场凶杀案,只见楼下一名女子正在被一个帽子男追杀,帽子男拿着锤子对着女人的头就是一顿猛砸,男人惊呆了,便立马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报警,突然屋里的灯亮了,原来是企业的妻子开的灯,吓得男人急忙跑过去将灯关掉,殊不知,楼下的帽子男此刻已经察觉到了他的存在,随后,男人又俯下身子准备去查看一下情况,殊不知这一次, 他竟然和帽子男的视线对上了,下一秒,帽子男竟然开始数起了男人所在的楼层,然后静止朝男人楼层走过去,难道帽子男要杀人灭口,吓得男人急忙找到一根棒子放射,然后跑到门口将门给反锁,然后守在门口默念千万不要过来 不然,门响了,男人吓了一条,只见男人缓缓打开门查看情况,可走廊里却空无一人,但地上却放着一包什么东西,男人缓缓将东西拿了进来 幸好,这只是一场梦,此时,男人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,是早上的凌晨四点钟,第二天一早,楼下就围满了警察,可男人因为害怕帽子男抱,便选择了沉默 一时间,小区最人声鼎吠的繁荣街道,竟然都找不出一个目击证明 而就在这天晚上,妻子和丈夫在家里看着新闻,新闻上表示女人被砸倒的时间是凌晨两点,可那时女人并没有断气 直到凌晨四点,帽子男又返回现场,才将女人击杀 也就是说,如果在女人倒在地下的两个小时内有人报警,那么女人就不会死 听到这男人内心就更加的自责,而就在这时,妻子却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